哈囉 我們不是VLOG 還是我有拍VLOG喔 這樣我們不是Youtuber 還是我是眼睛哥哥 這樣我們是 北馬搞怪團 小姐姐啊 我問妳一下妳們喔 怎樣保養妳的皮膚 這樣漂亮 用護膚品喔 用護膚品啊 這樣妳用的護膚品 是像我以前小小時候 我用的那種水粉啊 那種了吧 水粉是什麼 水粉不知道是什麼 這樣妳用的是那些SK2啊 那些什麼糖果 那些什麼 一瓶一瓶喔 一瓶一瓶一瓶的 這樣以前我小時候 我用的是一粒粒 一粒粒這樣子的 喔雖然妳 原來妳不知道啦 什麼是水粉 其實是我阿嬤啦 我阿嬤的年代的時候 她有用的護膚品 保養品啊 是以前我小時候 我看阿嬤用的 喔 這樣妳應該是不知道 什麼是水粉咯 不知道 這樣我帶妳去看 水粉是什麼 OK 給呀 享受美食就是享受人生 在這裡每一道美食都會帶給妳們味蕾不一樣的驚喜 天天與海鮮大酒樓一個只做美食的名字 水粉是什麼 我相信大多數年輕一輩的朋友 一定是一知半解 或者是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也可能沒有看過 水粉是乳白色顆粒狀 也是祖母輩的美容產品之一 主要是以白米和水製作 只要把水粉放在手心 加一點點水讓它融成粉醬 在膚上臉上清涼爽快 而且還有去油美肤的功效 男女結衣 如果妳們有注意到 雖然現在我們開始忘記水粉了 但是在雜貨店或者是很多西藥房 其實還可以買到水粉 就是因為水粉是最天然的護膚品 歡迎大家收看北馬高怪團的趴趴照 你們對水粉有多了解 你們又知不知道水粉是怎麼製作的 不知道沒關係 這一集我們的愛水女神和小姐姐巧聞 帶大家去看一看吧 小姐姐 這是水粉 原來是這樣 我好像看過耳朵用過 你看過耳朵用過 然後我帶妳去看看他們怎樣製作 好吧 OK 來 小姐姐 水粉其實我會做的 什麼 妳看我表演 好 妳看 妳看 妳是這麼歪來歪去 不是妳那個是測試完了的 她測試了 這個真正的了 沒沒的了 是不是 嗯 烈烈尖尖的 但是妳這樣子做妳要做到幾十咧 我現在看到 我看到老闆用到好像比較快咧 是嗎 我現在去看 老闆用這個做幾塊 哦是 哇一下子出將多力了咯 大哥我這樣稱呼妳啊 嗯 楊先生 楊先生 那剛才吼 我用那個坑的 一粒粒粒 這樣子弄的 是幾十 什麼年代用的 那個是我爸爸一開始做水粉的時候 哦 大概四十多年前咯 哦四十多年前是用這樣子的 我用呆呆呆 我表演了 我會表演給小姐姐看 原來現在是進步到這樣子了啦 哦這個 也有三十多年的 啊什麼 三十多年的做法了 這個 是我爸爸想到的咯 噢也是妳爸爸想到的 那個 之前一開始做水粉的時候 就是用那個的 都是用那個 粒粒皆辛苦的 現在就 對 這個也是粒粒皆辛苦 這個也粒粒皆辛苦 這個也是易用 這個過程是叫什麼 這個 叫做Photostat 哦Photostat 沒有啊 不印 不印鈔票 不印鈔票這樣子 其實不是啊 哈 這個是在 製作它的過程而已 製作過程而已 然後我想問妳 妳這個行業啊 妳繼承妳爸爸的幾久了 妳做幾年了 嗯我是 是 真正接手是 2016年 哦真正接手 2016年 然後 之前我是在外面打工的 哦之前在外面打工啊 過後妳覺得 護膚保養重要啊 啊不是啦 因為我爸爸也老了 老闆聽說這裡有開放給小孩子來體驗的嗎 啊這個是有咯 因為 因為現在很多小孩子都沒有 都不知道什麼是水粉了嘛 我們就做一個活動啊 給小孩子玩玩啊 要給他們知道什麼是水粉啊 水粉的製作過程啊 對對啊 然後 有沒有限制的 那些學生 好像如果他們要來體驗一下 啊要咯 因為 啊 如果人數太少哦 嗯 我就 我要停下我全部的工嘛 哦 要變成我做水粉的時間 就 我的水粉就沒有 就 啊這樣講 啊不夠 然後是在SOB SOB的時候 開放給自己的學生們會怎麼樣 還沒有還沒有 還沒有啦 因為那個病情的關係啊 對啊 我們也不要害到 大家好啦 就是大家好了 嗯 大家好了齁 對啊 都是跟著我們 跟著我們 SOB過了 可能我們會開放回咯 給小孩子來 參觀參觀啊 自己 做一下水粉啊 那普通我們要 如果要買水粉的話 也可以找 可以可以歡迎歡迎 因為你這裡真是很出名啊 最出名是你 沒有啦 沒有啦 只是 老行業嘛 現在東西都是要老的 唉 做那麼多年了還那麼謙虛 真的是 因為米糊前面很多嘛 嗯 它多的話 它就掉了比較多 你拉快它就 掉了比較小 嗯 少喔 OK 謝謝 嗯 嗯 拿上去什麼 哈 好 好 這就 拉一下 嗯 欸 欸 其實蠻不錯的 其實我們可以做個比賽 要代表誰 擦到那麼多粒 對不對 這個你拿著 你做的 你做的 我們可以比賽看一摸出來的人 有幾粒對吧 對對對 可以 看你們有沒有時間去算而已 哦 不要啦 大概45度 OK 45度 好 拉上來 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 壓下去 鍋 來多多粒 多多粒 是這樣叫什麼 哈哈 對 5塊半了 5塊半了這樣子 好重 一罐水粉 沒沒沒 嗯 好像有點圖案的感覺 有女神的氣質 不要多 沒有 好像你的 差不多 差不多 嗯 兩個人講差不多 我也不會得罪水 兩個都差不多 有沒有覺得製作水粉很特別呢 有沒有覺得這個傳統製作的過程 竟然是我們公公婆婆年代 普遍的美容產品哦 也是當年家家戶戶家裡通常都會有的 甚至有些家庭還會自己製作呢 當年水粉 可說是非常非常的經濟又實惠 天然還有就是人人都用得起的美容產品啊 其實這家連城水粉公司 不只可以讓大家過來購買這裡的水粉 也可以供一家大小或者是小朋友們 預約來體驗製作水粉的過程 讓小朋友 可以邊玩邊閒息的一個好地方哦 但是因為疫情 越來越嚴峻 所以暫時 不對外開放 只能用影片 帶給大家 簡單的介紹介紹一下啦 謝謝大家觀賞 北馬搞怪團的 趴趴照 記住我們不是vlog 我們不是youtuber 我們是北馬搞怪團 疫情當下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是最重要的哦 希望疫情快快過去 我們再像從前一樣 可以自由自在的出遊啦 最後也希望大家記得subscribe我們youtube channel 還有我們的Facebook page 拜拜 我們先在一起 一下小朋友 就是然 Lorena 還有一些故事 我們先把所有人都做到 每次都有人來 我們先進去 很多錢 會議 拍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